在景德镇 满大街都能看到一种叫霞波的器具 它原本是烧摇石套在瓷器外面的保护衣 使瓷器免受摇火高温和摇炉吊渣的破坏 经过反复灼烧 霞波的外表变得粗力不堪 与精致的陶瓷相比显得毫不起眼 如今却有人将它搬上餐桌 变成一种盛装美食的独特餐具 寥具做餐具 土菜变新菜 而要想做这道菜 要先去田间找到一种特别的食材才行 陈师傅 可算找着您了 您这不太贱 你别在这儿保护什么呢 你怎么挖宝贝呢 什么宝贝啊 那个扇鱼啊 扇鱼啊 对 你现在这能挖的 你别不想的 来帮忙一起挖 好 我现在帮忙 我这能帮上什么忙啊 你自己来体验一下 我来体验 怎么个体验方啊 在天气上冷的早春 扇鱼大多还藏匿在田梗上冬眠 这时要想抓到扇鱼必须另辟蹊径 我先把这两边都给堵住 然后再把这个水抛干 然后下去用手去放这个泥土就可以了 用泥把堵住田梗两边 放干水 找准洞口 徒手扒出扇鱼 这一顿操作 非得经验丰富的老手才能做到 我来揪一下 揪不住 揪不住 咱们拿这个能做菜吗 这个太想了一点 太想了一点 太早了是吧 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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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一个出来 这个样子 他在往里边挖 还特别灵活 咱们这个头行吗 差不多 差不多 我先看一下这个 对 你来看一下去 草果肉 它就可以抓得更紧一些了 对吧 还有这些民间的小法宝 对 咱们为什么要飞这么大件 到这田间来抓这个鳝鱼 我小时候尝试地倒菜 它叫盘农鳝 对 现在市面上已经很少见了 滕亭是一家饭店的总厨 他的店开在陶瓷艺术家聚集的三宝鸡 食客们最钟爱的还是景德镇的老味道 今天腾瓶打算把一道快要消失的土菜 重新搬上餐桌 要想土菜重新焕发生机 腾瓶说还缺一样东西 我带你到不一样的地方去吃饭 来帮你介绍一下 原来这里是一间餐具工厂 陈列着设计师张红曾经设计过的上千件餐具 而腾瓶正是要为这道土菜寻找一个专属的餐具 咱们专门给这道菜设计了一个新的餐具 咱们这么多这么漂亮的还要单独设计 这也是我们经常行业讲食音气而美 到底是什么样的 留一点惊喜 我们给你拿过来 好 那咱们俩在哪儿做这些菜 要么就到张老师这里吧 就在这儿啊 对 这环境这么好看就在这儿做 就在这儿做 我们也经常到这里看个小赵的 行 那走 咱们去看小赵 那您就去看那餐具怎么样 行 我给你拿起名 咱们这一边做菜一边要跟咱们这个食材斗智斗勇 通常扇鱼越肥越受欢迎 市面上人工养殖的扇鱼大多飙肥体壮 有的个头比拇指还粗 比小扇鱼更容易取出骨头和内脏 分成扇段以后下油锅爆炒 肉质肥润可口 丝滑软韧又嚼头 中等个头的扇鱼脂肪少 肉质筋倒 切成扇丝 加料翻炒 配上面条 就是福建人最钟爱的扇丝面 再小一些的扇鱼也有自己的用武之力 加入浙江人的经典菜肴 腌肚鲜 为汤头添菜 但是腾平大哥要做的这道盘龙扇 不但名字陌生 选材偏偏要最小号的扇鱼 这么可怜的尺寸究竟有什么讲究呢 这油温已经起来了 这烟都冒起来了 可以了吗 可以了可以了 这有点危险 走开走开 这么大阵仗 最后一秒我看到它那个扇鱼在里边 噗噗噗噗噗噗噗 有香味了 肉香味起来了 就来打开盖 更牌 kompl humidity 注意哦 这也有点危险 哎呦呜呜呜呜 不定时炸弹 ấp日 这开始卷了 噗噗噗噗噗g 一角动他这个尾巴就开始卷了 怪不得叫盘龙扇呢 咱们会有盘失败的吧 就是关键在于我们的鲜料嘛 鲜料就叫鲜那种小鲜鱼嘛 所以就是咱们大的鲜鱼就不好盘 对 只有小鲜鱼下锅后 能卷曲成完美的圆形 因而才能叫做盘龙扇 煎至表皮酥黄以后 加入生姜 蒜 酱油 起锅时烹入啤酒提味 这是盘龙扇的点睛之底 盘龙扇香 这个喷啤酒它有解窍的 您说 它一定要从边上喷 更容易吸发它的香味 好香啊 差不多可以了吧 差不多好了 您来了 这是咱们餐具啊 对 还有点沉啊 这长得好特别 我第一次见这 专门定制的 今天让这个扇业很荣幸 很荣幸 张宏老师说 这套餐具灵感来自霞波 仿照霞波的造型和制法 采用耐火泥料 高温被烧而成 令餐具更具保温功能 古朴的外形 盛装着曾经的味道 更唤醒了景德镇人 常溺于味蕾深处的记忆 他想做一个盘轮扇嘛 后来我想 因为这是本地的一个 传承的土菜 就是传承的 那这也是我们做陶瓷人 最原始的菜质 它整体表达一种香叶文化 古人说 汤羹一碗 煎炸一盘 食物有气质 气物有性格 美食配美气 相互成就相得益彰 而食与气的背后 是对生活的无限眷恋